哈囉大家好,我也是Kathry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繼續玩眉心之刃3甜蜜樂章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我剛剛發生了一件有點奇怪的事情 剛剛我的電扇的遙控器 從桌上到地上 然後就不見了 就徹底消失 我怎麼找也找不到 原本我還以為說該不會到地上就彈到床底下了吧 那我把床底下全部都掃了一遍 也完全沒有掃到 那我也想也許他彈到旁邊的包包裡嗎 我把他放在附近的包包全部都打開來看了一下 也完全沒有 重點是啊 那個修理遙控器掉到地上的時候 我有看到他掉到地上了 然後我也有聽到他掉到地上的聲音 可是當我 其實他是從我眼前掉下去的 然後當我要彎腰去撿他的時候就不見了 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超詭異的啊 我現在怎麼找也找不到我的電扇遙控器 真的很困擾啊 因為我那個電扇本身他沒有任何的按鈕 我不能去操控他 只能靠遙控器去操控 我的天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剛剛還把房間裡全部都掃了一遍 我想說也許他掉到地上就彈很遠 因為操控器也蠻少的嘛沒有說很大 我想說也許他彈的比較遠 可是整個房間地全部都掃過 我完全沒有找到啊 然後整個包包都找過也沒有 真的超奇怪的啊 到底怎麼回事 對啊重點是 我明明看到他從我眼前掉到地上 我還聽到他彈到地上的聲音 就是遙控器是硬的嘛 是他碰到地上的時候會有那個聲音 就在我眼前啊 然後我要彎腰撿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超詭異的哦 我現在有點沒心情來錄影 不知道操控器可以單買哦 好啦我先來看一下哦 電視公司換新錄稿 我們拍金城邦 廣告三選坡拍一下 然後聽天一席話 學長聽天一席話 姚子綺聽天一席話 然後節目主持 對啊這很詭異的啊 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還是想不通 哦好呢 學長你 你有手音會是不是 對了 那學長今天休息好了 因為學長有手音會 需要去一下 畢竟是男主角 然後學長去跳舞吧 喂啊 節目主持 愛上來主播跟我的房間 好這樣 嗯 好那我們約威亞吧 威亞CD多久哦 我們約威亞去 去哪裡 去逛街 我們要訓練她的膽量 好太好了 拜託你不要再躲起來 恭喜姚子綺獲得最佳演唱人獎 真的太棒了 我們CG二世以你為榮 可以幫我找一下我的遙控器嗎 姊姊真的很棒呢 一直以來我就很欣賞你的創作及歌盒 得到最佳演唱人獎 就證明了我的眼光沒錯 我們CG二世能得到像你這麼棒的歌手真幸運 嘿嘿 聽到你這樣的稱讚 竟然讓我有種飄飄然的感覺 畢竟我是殺過一番苦工的 再不得獎的話 我就會吐死 是啊 子綺的努力我都有看到 我要向你看齊才對呢 今晚要不要陪我去吃頓飯 我們好好聊聊 真的假的 當然沒問題 但是你的家人 跟他們什麼時候慶祝都可以 今天晚上去帶你去吃我最喜歡的那家泰國料理吧 喔原來子綺喜歡吃泰國料理喔 所以還是重口味嗎 太好了 為什麼沒有畫面 想要看那個畫面 好那我們出發囉 我們今天去買東西吧 還是要看通告 可是其實大家的通告還算滿滿的 我們還是去看一下好了 我現在還是很耿耿於懷 真超詭異的啊 我剛剛幾乎把整個房間都翻過來了 然後那邊有看到我的 玻璃遙控制到底怎麼回事啊 哇 好我們過來這裡 看一下主持喔 對啊 而且那個遙控制跟了我這麼多年 突然間不見也是覺得有點難過 重點是很不方便 我還怕用我的電扇啊 選梅珍 以後請你不要隨便散播謠言說我在追你 我不想讓別人誤會 尤其是我的經紀人 可是 明明的經紀人也認同件事情 你在做夢吧 他認同我可不認同 那個笨蛋 明明我已經做了就明顯了 結果還是一點也沒有明白我的心意 如果不是知道他一直來的是個糊塗蟲 我早就大罵他一頓了 維珍 你不希望你經紀人認同我們之間的戀情嗎 那你到底希望得到誰的祝福 你弄錯方向了 我不是希望我們之間的戀情需要認同 而是希望他可以認同我們之間的戀情 我們我們 這麼多我們我都弄糊塗了 也不知道的 你只要記住從現在開始也不准接近我 難道 誰叫我喜歡的人是 加了我變怨了 王極安向各大媒體控訴 行為一件事 亂詹姆 他真的是非常的 自作多情啊 好 漫長的一天 怎麼了 天還沒亮嗎 才剛天黑呢 怎麼就在等天亮了 子晴你沒事吧 看起來臉色好差 子晴 他硬堂發黑了 新綜藝節目上檔 瘋狂出體驗 大收好評 哇 兩個都是啊 節目主席 喂 我不是提醒過你 叫你不要跟著我嗎 是有過 不過 我也拍這部戲啊 我必須得來好嗎 基於經紀人的職責 我還是想來看看你的工作情況 這樣啊 好吧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就不要怪我沒有提醒過你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能保證 哼 對他用這種態度對我 也太過分了吧 好 今天就跟薇婭去逛街嗎 薇婭你又躲起來了 哎 薇婭你膽量什麼時候可以 訓練起來 好一陣子沒來商店街 真懷念 有段時間 我會每個星期來商店街 賣藝 演唱給路人聽 看不出來了 薇婭也會做這種事情 真沒想到 為了訓練膽量 讓自己有面對人群的能力 我曾經花了幾個月的時間 我曾經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在街頭賣藝 直接與觀眾面對面 有用嗎 真的嗎 真的有用嗎 既然如此 要不要再來一遍 成為一下街頭演唱的感覺 請不要 千萬不要 為什麼 當初發生了很大的騷動 什麼騷動 木魯和西跟姚子齊 他們 他們 啊 哇 什麼三角戀情啊 他們怎麼了 你也知道 他們都是很我情果素的人 還是別提了 又怎麼了 應該不是壞事吧 好相對論 好知道 掰掰 哇 金大糕回家了嗎 要去吃飯對不對 下個星期 可以抽個空 跟我去植物園散步嗎 啊 好啊 好太好了 星期三見 哇 怎麼啦 成屋有空嗎 你們兩個怎麼一起來 好啊 什麼事情 飛飛飛 我就說嘛 什麼 業界總是謠傳 CG二世的複製人是會氣質優雅 以太大方美人 何總 你是激勵 哦 比較 比較 短暫一點是不是 我們已經見過這麼多次了 可惜在我的印象裡 明明就是我家的小熊熊 略生一籌 妖言這種東西 果然很微妙 有沒有搞錯 居然說一個大奶人比我可愛 就讓人厭不下這口氣 噢對 我真是自己怨群又群辱啊 為什麼 怨的藝人被摩登時代挖走了嗎 今年一月 華雅公司上門邀請我投資他們的公司 雖然我完全不感興趣 但是還是答應買下了好幾千萬的股票 結果沒想到才剛買完沒多久 華雅公司就突然間傳出財務問題 不到三個月就倒閉了 臉部覺得絕對有內幕嗎 否則這麼大一家公司 好多端端怎麼可能突然倒閉 而是整棟大樓人出樓空 一副事先就做好準備的樣子 不好意思我先打斷一下 你提到完全不敢進去 卻又買下好幾千萬的股票 我怎麼覺得這句話有前後點矛盾 問得好 原舉說那位上門推銷的業務人員 是位風度翩翩的美男子 長得跟浩熊有點像嗎 是個眉清目色 談吐迷人 直到180以上 舉手投足 散發著成熟男性魅力的年輕人 誰啊 我懂 總之對方是抓到了賀總的喜好 可以選用這類人才出面說動賀總出錢投資 看來是這樣沒錯 等等 你們現在談話充滿著對我的偏見嗎 要不是因為對方說他有點門路 可以讓我低下馬路 一賺就是十倍 我怎麼肯清去拿去大把鈔票 還說你沒興趣 小熊熊 別人誤會我就算了 難道在你的眼中 我也是這麼膚淺無稽的人嗎 是的 真是的 所以他們來找我們陳武是做什麼 他們這次的資金虧損重大打擊之後 他們市場上的營運恐怕會受到影響 加上新的經濟公司 摩丹時代的規模和實力不斷擴升 近日又併購了多家經濟公司 往後的營運圈生態 早已摩丹時代的主球吧 陳武你要小心一點 對啊 其實這個我們也有感受到了 超奇怪的 感覺每一個 通告都被他們弄走了 哇我們好忙喔 先休息一天 威亞怎麼一直失敗 太累了 威亞你去看醫院好了 然後主持 拍我的房間 陳武拍聽天意喜歡 學長拍聽天意喜歡 然後廣告 這樣 廣告再拍一下 然後姚子齊呢 節目主持聽天意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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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主持 好就這樣吧 全球製片更新 好那我們這星期要約會嗎 我們不要好了已經跟浩訊約了嘛 好那這樣咯 我們聊天吧 還可以恭喜一次喔 他們再恭喜一次 好有家家 好也許是太古料理嗎 對 那好了 那我們出發吧 我們去看 全球製片嗎 雖然是我真的不想要接新的通告啊 因為我真的想要出國接通告 可是太忙碌嘛 一直沒有時間出國 我們先看廣告好了 這一部學長可以接 給學長接一下 陳武也可以接啊 要不要接啊 不要好了 因為我們前五間的 前五間的 前五間的需要 需要那個了 啊還要不要接啊 不接好了 我們前五間的需要拍那個唱片 這部姚子喜可以接了 好我覺得他應該可以接吧 就給他接喔 今天屈指無緣 早安 這裡好安靜 進入演藝圈之後 才知道這樣的寧靜如此難得 對啊 大家只看到演藝圈的特殊與不平凡 單純沒想到 有時候平凡也是一種幸福 哇這張 好啦也不錯 怎麼了 你用硬糖發黑了嗎 今天還沒亮嗎 子晴你沒事吧 又不舒服了 嗯 阿晴 你今天要不要回家吃飯 我有多捨回了一道菜喔 拜託 中小之行趕不用電話問就好了 跑到這裡來做什麼 順便來看看你的工作狀態喔 我的工作又不是你來看一看就做得更好 不用看了啦 快點回家 阿晴 要不要插嘴幫他們和解一下呢 好吧 子晴不要對妹妹這麼兇嘛 子晴太兇了 怎麼可以對妹妹這麼兇呢 不可以嗎 當然不行 有個這麼可愛妹妹就是要疼愛她 照顧她 不可以用這種態度呼吸急來 揮之急去 你知道什麼 現在是七八月 我是為大家好 懂不懂啊 她是這種沒有自覺的傢伙 如果繼續留在這裡 會出什麼亂子誰都不敢保證 你們有聽說過兩年前 子晴差點措手傷了經紀人 這麼可怕 大家有你記得不記得了嗎 是經紀人脾氣好 才是幫你隱瞞到現在 要不然找到上媒體囉 這麼嚴重 所以她不是兄妹朗 都有這種 特殊體質嗎 你可以多跟子晴來往 試試看有沒有這種事情 如果發生意外 我肯定不會保護你 真是的 好吧 拜拜 穆雅你到底怎麼了 我都讓你去看醫院了 去看醫生了 奇怪 子晴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出現 工作到一半不知道跑哪出了 你在這裡做什麼 不是要叫你別來找我了嗎 你今天就罵人我到底做出了什麼 這樣的態度也太惡劣了吧 誰叫你老是不聽話 不管我說多少次 老是喜歡跟在我身邊 說了多少次 我們晨午也拍這部戲啊 不是我們晨午老是想跟在你身邊好嗎 可是我喜歡跟著你不行嗎 不管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就是不要跟著我 我看了心煩 你快點回去我還有事情要做 我們等好了 我們不要走 繼續等 子晴雖然看上很潘逆 但平常對人的態度都很親切 今天吃出什麼藥了嗎 她平常對人的態度有很親切嗎 陳午 不遠處傳來碰撞的聲音 怎麼搞的 奇怪 裡面好像有些奇怪的聲音 是子晴的聲音嗎 進去看看吧 先手不見五指 根本看不到任何物體 以前跟子晴去歸電影院 她不喜歡黑暗 當然也不可能到這種地方吧 這個是片場嗎 奇怪 好像踢到了什麼東西 工作人員呢 她們都不開燈嗎 電燈開關 電燈開關 有了 哇怎麼了 子晴你怎麼了 喂喂 這是什麼回事 子晴 你 我是經紀員 你認得我嗎 子晴似乎被困在夢魘當中 嘴邊發出泥染的聲音 中血了嗎 不對 不成段落的詞句 似乎對我說說什麼 她的閒情驚口莫名 像是被黑暗牢牢纏住的先驅無法動彈 子晴 難怪她不想讓我跟著她 奇怪工作人員呢 都沒有工作人員嗎 掙扎一陣子之後 妖子晴終於沉沉睡去 平靜的宛若跟剛剛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子晴總是對我說她討厭黑暗 卻一直沒有把她的話當一回事 最好場的她 一定不喜歡被人看到這種軟弱的模樣吧 什麼都不當一回事 你總是在別人面前 假裝堅強 這樣的她在背地裡承受過多少痛苦呢 好好睡一覺吧 我在這裡陪著你 等於你早醒來 你就會忘記曾經陷入的夢魘 我會一直一直陪著你 我會一直陪著你 靜靜的抱著姚子晴 凝視著她略帶掙扎的血液 就想這麼一直捨護是她 直到永遠 哇 工作人員呢 我還是覺得很奇怪啊 不是有工作人員嗎 天啊 威亞你到底怎麼了 威亞已經失敗了 好心背了一批 貴公子慕容河西送禮表達關切之一 好我們今天去 去看一下電影通告 好 男主角 學長不能接 全部也不能接 好就這樣吧 有空嗎 我有話想要跟你說 一定是要說要昏倒的事情吧 她應該覺得很丟臉 威亞怎麼一直失敗 威亞你到底怎麼搞的 你在失敗的話 通告要來不及了 你通告才證明一點 怎麼一直失敗 好啦那我們結束完了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再繼續吧 希望我能找到我的遙控器 好感謝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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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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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